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跟健康有点关系 但是呢,跟另外一种层面的健康有比较大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美容医学的领域当中 肉毒杆菌素的出现,其实是造福人的一个非常大的利器 可能你想到肉毒杆菌素,就会想到什么 想到它可以去除皱纹,对不对 可以缩小你的脸部,咬肌可以缩小 小腿的肌肉也可以缩小 那么在治病方面呢,还可以治疗眼睛的斜视 咬肌的缩小呢,其实可以治疗某种磨牙的症状 另外呢,像手汗症 你的手很容易流汗,也可以打肉毒杆菌素 还有这个糊臭,可以在腋下这边打肉毒杆菌素 都会有很好的改善 那大家都知道说,它的缺点就是什么 只能维持半年左右,每半年大概要打一次 好,那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的不是这些东西 就是最近呢,又有医学文献发现说 国企功能不足,或者是讲说这个 早泻,这两个问题 打肉毒杆菌素在男性的生殖器上面呢 可以改善这两个问题 那很多医学文献在2022年之前就陆续的出现 都发现说有这样的功效 而且是很安全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打在阴晶上面 那打的过程当中呢,用再怎么细的针 我想都还是有点疼痛感 所以这个部分要使用适度的麻醉 来这个让病人舒适感增加 这个是可行的 但是呢,很多文献发现有效 其实在我们做医生的来说呢 证据力还是不是很足够 我们比较认为证据力足够的 应该是有那种 我们讲说随机取样 有对照组的 最好是有双盲的研究 这样子的研究 我们比较会认定说 它应该就是非骗人的 它不是心理作用造成的 所以我现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2022年之前 很多文献证明有效 他们是针对 那个男性有性功能障碍 然后呢,使用传统的壮阳药 例如说 威尔刚、希里士或乐威状 这三种壮阳药 还是无法改善它的性功能 这样的病人哦 结果发现说呢 这个打了以后啊 还真的对他们有所帮助 那我刚刚提到说 这个都是案例研究 好 2022年就有一篇 发表在男性医学期刊 它题目是什么 是肉毒感菌注射 治疗啊 壮阳药无效的勃起功能障碍的 有效性跟安全性 好 那以前邱志强跟大家谈嘛 这种论文的题目都是又臭又长的 反正呢 简单讲就是 如果你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阳尾了 那么吃这个 这个威尔刚 西里士 或者是热胃状 这些状疗药 还是没有效 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 作为 这个治疗对象 选择对象呢 来研究说 那这样的病人呢 来打这个 肉毒感菌素 到底有没有效 所以这个研究呢 找了70个这样的病人 把它 分成两组呢 一组是实验组 35位 另一组是对照组 实验组就是打肉毒感菌素 对照组就是打生理实验水 这个就是不要告诉病人说 我跟你打的是什么 那来观察 最后效果如何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 有效的实验嘛 对不对 才认为真正有证据力的实验 好 打法是这样的 沿着阴晶的两侧 把肉毒感菌素 100个单位呢 稀释成2cc 然后沿着两边打 好 那么打完以后呢 评估它的有效性 是用这个阴晶勃起硬度的评分 还有性健康的问卷 客观的方面呢 是测量这个 阴晶的血流速度 那这个是非常 有证据力的 它这个有主观的 这个评估 有客观的评估 好 结果是什么 六周之后呢 治疗组就是刚刚说 有打的 肉毒感菌素的 有53% 18位 你看也不高 对不对 有18位 博企功能改善了 但是呢 对照组呢 只有一位 可能是心理因素 这种 他这个 不知道他打是不是真的 他以为是真的 所以他也改善了 那个心阴性的 这个阳尾的 他有改善 对照组只有一个 那么治疗组有18个 那就是有明显的差距 有临床意义的差距 所以证实说了 这个 肉毒感菌素 100单位 打在阴晶上来 的确是可以改善 这个博企功能障碍 好 而且呢 他们 你也知道吗 肉毒感菌素打起来 其实基本上 没有什么风险 像邱医师 每个治疗天 都在帮病人 打肉毒感菌素 其实 唯一的一个风险 就是可能没有效 那么这个是 改善 搏起功能障碍 还有改善爪现 证实是有效的 另外呢 他们在治疗的当中 也有意外发现什么 意外发现说呢 打了肉毒感菌 在这个阴晶上面呢 还会增加阴晶的长度 那么打在这个稿丸附近呢 还会使稿丸 放松 所以稿丸的大小也会变大 那 讲到这里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说 之前啊 有那个足球巨星 这个南美座的足球巨星 很怪哦 人家说 肉毒打脸 他不打脸 他拿肉毒去打 他的阴囊呢 打了以后呢 让阴囊放松 变得比较漂亮 居然有这种案例 有这个报导 这个很特别 好 那 打在阴晶上面呢 这个部分也有医学报道 是在2009年 有一个性医学期刊 他的题目是 肉毒感菌素 放松阴晶收缩的效果 好 为什么讲 放松阴晶收缩的效果呢 因为 男性朋友大概都知道 我们 到了冬天 那个 阴晶跟阴朗会 预冷会收缩 所以有 开玩笑说 这个到冬天 尿尿都 要尿尿都找不到 那家伙找不到 因为整个缩到 好像肚子里面去了 这个是 比较开玩笑的说法 因为缩小以后 如果你 刚好在 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 会音部那边 脂肪太多 对不对 你可能 缩进去以后 被脂肪包起来了 有点好像真的 找不到阴晶的感觉 好 那这个 是 开玩笑说法 不过就是 的确在 紧张刺激 或者是 冷刺激的时候呢 那个男性的阴晶跟阴朗 的确是会缩小 好 那么 这个治疗 就可以明显改善 这个 紧张或冷刺激 造成了这个 这个阴晶的 这个缩小 所以呢 这个研究报告就是 70%的受测者 好 发现说 有满意的改善 好 但是好 这里要提醒大家 这种改善呢 并不是真正 增加它 勃起时的长度 它只是 增加它 没有勃起时 避免了它 这个阴晶 反射性的收缩 所以放松的时候 它的长度是增加的 好 那增加的长度呢 大概可以增加 半寸左右 半寸就是大概 一两公分 一寸是2.54 半寸是1.7公分左右 好 只有这样的效果 不要把它想得太完美 太漂亮 好 所以重点就是 勃起长度没增加 只有松弛时的长度增加 搞完变大 就只有这样而已 好 那而且只有70% 不是100% 好 而且再讲一点 这个效果呢 只能维持半年 半年以后 四到六个月 如果你想要再 喜欢这个感觉 喜欢再 这个延续这个效果的话 你就必须要再打一次 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报告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 为什么这个是在大健康里面 因为羊尾枣蟹也是健康的一种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改善羊尾枣蟹的问题 那么如果能够让男人对自己更有自信 跟你的伴侣能够更满足 更快乐 那这个也是增加健康的一个项目 对不对 所以 今天就是跟大家报告 肉毒感染菌素 可以增加阴精长度 还有呢 可以改善枣蟹跟勃起功能不足 这样的问题 好 希望今天分享的讯息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这个南美洲的足球剧情 很怪哦 人家说肉毒打脸 他不打脸 他说拿肉毒去打他的阴囊 希望今天分享的讯息 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或者最新的讯息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